这才醒了你告诉他 我都完了 你糊涂 是继续坚持还是就此放弃 现在请你打个申请 下个学期调回阵线 我如果现在走了 我以后就当不了老师呢 以此车祸 给他带来情感的转折 什么 废国出事了 并未通知书都冲 我以为我自己快死了 我懂 咱们开学第一天就吵了火 是不是又证明咱们学校以后 红火火火 总算是说了一句靠谱的话 别说了 这两个想说也要不想 干啥 你刚才为什么跟孩子们说 你的功夫我教的 还不是想让你在孩子们面前 有点温馨 我就喜欢小岚拍下的新娘 我给你带了很多临时魂 别跟着我 你今天要是不许 我很真发火了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选子 这条路其实没你想那么可怕 我就想着跟你开个玩笑 我肯定是喜欢上她的 可是她也只有喜欢她 让我改变形象 让男人喜欢我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就你这样 那周老师怎么会喜欢上你呢 说咱们学校那种太甜道了 这正常到老师都教了 我就不信 这六十度的背景 最低的警觉 坐坐坐 周老师 你几个朋友来看你呢 周老师 周老师 你今天这等也完了吗 应该中午就说这帐回来了 估计什么事出去了 小刘来 小刘 这次回来多吃点点啊 老李 你回来了 小刘也在啊 小刘哪儿你在啊 中午都没收我啊 来 小刘 喝水啊 好 中午还喝了酒呢 是 喝点酒就是那个 周老师啊 吃完饭就到学校去了 去学校 啊 这今天不是不上课吗 小莱呢 哦 小白爷也出去 办事儿去了 啊 哎 哎 带那个小刘到学校去找周老师去啊 啊 好好好 好 我才俩能理他呢 你说 要不 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呗 哎呦 小刘 你电话自己打呀 哦 哦 明白了 小良格还斗气 曾贵 你乱说什么呢 起起 别瞎说 小刘 谢谢 这个电话我来帮你打 哎呦 你打什么电话你 别为了 胖婶 你这是干啥呀你 你 哎 小刘啊 我带你到后山去转转 胖婶 我今天来已经够累了 走不到处去了 那是风景可好 小刘 你别进去 小刘 小刘 你别进去 小刘 小刘 你个王犯的 小刘 你给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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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 别打了 别打了 他们两个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就能睡在一起啊 不 等他醒了你告诉他 我都完了 小刘 小刘 对我说 哎呀 没他们的事 是我的错 我的错 何神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这不是一个风俗吗 这两个人睡在一起 双个狐蟹 在败败月下老人 不是他们就在 要有这个不赌 我早就不想了 千代是吧 我 你 你糊涂 周刘 周刘 你个臭屋上 你 我打 快 行了 行了 别跑 行了 行了 我完了 我说你不是马上要上学了吗 我也不是想那么好的老师 你走啊 行了 什么都不说了 别想啊 赶紧把他们两个人弄心啊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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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监管 小刘 小刘走得不太远 你赶紧追上去 把他追回来 我不去 我不去 只有小刘追回来 我跟你说 小刘大家不会跟周刘是在一起的 说说 你看看啊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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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你听我说 听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 我跟你说 今天那事情就是个误会 什么误会 都只要一边传来 你怎么误会 不是 我跟你解释 你肯定不会相信我 这样这样 你跟我回去 我们全村人一定给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你不跟我回去 我抱你后悔一辈子 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我也会后悔一辈子 你这么远跑来看他 你肯定是对他有感情的 姑娘 我求你啊 我求你 跟我走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吧 跟我回去 你亲我说 我们全村人都好好跟你说 走走走走走 走吧 都怪我太自私了 总想着拆散别人 承认自己的事 你也打我齐巴掌 姐姐恨 来 这村里又不是没有其他女的 你为什么别人把他 跟动手车拆在一起啊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 这 合适 他们合适 我看他们早就够在一起了吧 娜娜 你别乱说好不好 我乱说 这你先乱做吧 难怪你不愿意回去 原来你们早就有鱼腿了 我 够了 尤琳娜 我让你好久了啊 想来别乱说话 放鱼腿 别 先聊到 别乱说 放开我 先聊到我跟你说 放开你放开 你也太贪心男朋友了吧 我虽然出身农村 但也见过世面 周世纯一个穷教书的 我能看上他 告诉你吧 我早就有想好的 谁是你想好的 我们村的首富 他 好 好 好 叔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下上 这样才能够配上小婉 帕神 这件事情不怪你 你也是不清楚 不知道我和小婉的事情 才会乱点医院药谱 下次不要了啊 我确实不知道 要不 打死我也不敢 郑淳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去我师兄那儿工作了 他说你要是回城 也能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 你让我相信你可以啊 你现在辞职 马上跟我回去 娜娜 我母亲就是得了肺癌 最后倒在了江台上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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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重新晓签了三年的合同 我和重新晓签了三年的合同 我如果现在走了 我以后就当不了老师了 好 我不比你 现在请你打个申请 下个学期调回镇上 怎么 怎么 舍不得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要是一个星期申请不下来 我们就完了 小刘 小刘 你愿意 周老师 看你去送送啊 流昏 说说说 你去送送小刘 小刘 ella 不是我 suk 我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呀 不是因为我心里有你吗 怕事 别乱说 我只说你天天这么糟语 不就是觉得你人平衡吗 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人 我死去的男人和你是兄弟 你不可能跟我好 所以我把这事就埋在心里 只要我能天天见着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说 初老师要是走了 谁还愿意到咱们这来教书 没人教书 你那学校就保护不住 我就得带孙女到镇上去读书 老师 我就见不着你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 画得太草了啊 嗯 不错 小勇 今天又有进步啊 同学们 咱们今天的素描课呢 就到这儿了 回去以后好好巩固 今天要表演一下张勇同学 好了 下课吧 起立 老师再见 去吧 玩去吧 去吧 玩去吧 去吧 江老师 胖神儿 你来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这个 我到镇上去 我儿子媳妇儿在外面打工呢 镇上买了房子 这么多年了都没人住 也该去助手了 是 你这事跟李叔说了吗 就出开我犯的错不说 昨天把那层窗户纸都捅过了 我哪还有脸去见他呀 再说了 我都这把岁数了 还提那些事 李叔真羞死了 胖生 李叔是个好人 这我知道 他是我们村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本来可以留在城里 可最后还是回来了 刚开始 他教书 教了好多好学生 后来 他又当上了知书 周老师 我没有要留你的意思 我知道 那以后就由张贵芬给你们做饭 他做的比我做的好吃 周老师 对了 周老师 这是 我做的辣椒酱 你留着吃吧 多保重啊 我走了 小兰 下这么大雨 你怎么还敢弄会儿呢 来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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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来干嘛 我来看看我女朋友啊 来 吃东西 你还真把我当心理由了 拿走 我当然知道昨天你是为了周老师清白 你才会逼由我的 但是我觉得小游肯定不会心疼的相信 所以我觉得 这次我们应该继续假装情侣 我们说的还有点道理 那就这么定了 改天我们一起假装进程 假装一起开电影 假装一起释放 你放心 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你敢呀 你不敢做面 晓蓝 你说这次周老师真的会走 你怎么不说话啊 就算他不愿意走 我们也得放他走 好 不不不 我的意思 你怎么会这么傻呢 小生 小生 我刚从中心校回来 我和林校长商量了一下 下个学期 让你再回中心校去 那谁来替我上课呢 应该有愿意的老师过来吧 实在不行 我来呀 别说了 什么都不说了 掐指一算 你在我们这儿 也就半个月的时间了 抓紧最后的时间 把工作干好吧 到时候 我们一定给你开一个换送会 好 好 真的很感谢大家 能跟我举办这个欢送会 以前我站在这里 我觉得 是一种骄傲 今天我站在这里 我觉得自己很羞愧 周老师 周老师 你不用这样 真是不愿意 你走得我开心 不是 大家都开心 真不愿你 就是 要愿就愿那个坏事的胖婶 这事不愿胖婶 真的不愿她 我想 是因为村里边的确太缺老师了 所以她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是 但是我不愿她 我还要感谢她 我天天吃的都是胖婶给我做的饭 那香辣的滋味 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很感谢 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 也想对我的学生们说一句 好 周老师 永远爱你们 起立 周老师好 来来来 先坐下 一个一个来啊 周老师 谢谢你把我从屋树洞里救出来 周老师 谢谢你让我输学考了八十分 谢谢周老师 让我把语文考及格了 并且让我改掉了上课睡觉的这个坏习惯 谢谢周老师让我改掉了随地搭小编的坏毛病 周小勇 闻到你了 周老师是个骗子 小兔崽子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周老师平时可最喜欢你 张大龙 是你教的是不是 那 这是个跟我搬帮钱关系的没有啊 我可没教他 我说小子 我是不怎么喜欢你这个周老师 你怎么能现在不给别人面子呢 你怎么能说别人是骗子呢 他真是骗子 他说好的小伙凌恋花花 他又给你拆着神经儿童会话比赛 就是他说好比赛之路 哎呀 那不就是这个比赛嘛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那不就是一点奖金 一个奖状嘛 傻小子 可是周老师不怎么想我上电视啊 哎呀 你谁干什么这么想上电视 这么想出眠啊 我 我妈妈看见我们的电视啊 她一定会回来的 不行啊 不行啊 我不行啊 别动啊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什么不行啊 别想踢那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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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踢 快走 你干什么你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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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师 小孩子的话别放在心上 我决定干嘛一年再走 小兆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我决定干嘛一年再走 程老师 程老师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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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宁奶奶事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过去这么久了 谢谢你送娜娜过来 没事 顺路嘛 况且娜娜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那没什么事 我走了 师兄 你慢点 走吧 你把我叫到这干嘛 我有事跟你说 带你去个地方 娜娜 还记得这儿吗 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怎么不记得啊 但是你这男子汉在这儿 哭得跟个累人一样 娜娜 谢谢你 陪我挺过了那段时光 我们可是说好的 你要是不会成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这不是求婚 看看 我还 那天你说喜欢 我今天抽空去买了 暂停有点良心 你不会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吧 我 我想回四河村再待一个学期 娜娜 娜娜 你听我说 娜娜 我真的是放不下那边的孩子 我看你放不下李澜吧 我不是 不是 那你敢发誓 你对这丫头没有一点好感 没有 李澜就像当年的你 她给了我很多支持 我对她也有好感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任何越轨的事情 我要是骗你 我天拿五雷轰 你别跟我发誓 是 你愿我相信你可以啊 那你离开那儿回来 我不想半途而废 我想在那边做点成绩 这样我回城里也有资本呀 周志诚 我对你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包容了 你知道吗 现在有多少人在追我啊 只要我愿意 向我求婚的人多的是 怎么到你这儿 选择我还是那个破地方 成了这么难的一个问题呀 你送周志诚回城 见到了刘依娜了吗 我说你话呢 没见到 周老师让我先回来了 反正学校都已经放假了 就算她同意留下来 她也得 也得在城里面休假呀 想来 这饭真好吃 去 就知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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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开 看我吃饭呢 你吃热上面干嘛啊你 不是 我是在想啊 既然刘依娜的态度这么强烈 你们说 周老师 她会用什么方式来说服她 如果说不服小刘 周老师会怎么选呢 其实她要是反悔了 我看没人说她 谁要敢说周老师 我第一个不同意 小周来的电话 喂 小周 喂 李叔啊 事情搞定了 太好了 怎么搞定的 反正就是 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就这么搞定了 我跟中心校的林校长 聊了一下 她说 目前也没有别的老师 能上来 所以下学期 还是我再四个村 好好好 改天 我到镇上去看你啊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不用了 暑假一结束 我就回学校报到 那李叔咱们先这样 挂了啊 好好好 再见再见啊 太好了 搞定了 我怎么觉得不对啊 什么不对啊 你说 这是什么搞定的事情呢 可是我感觉没有她开心 就你娘 隔了她电话 就能感觉人家 你娘 哎呀 你的意思是说 周老师做事实际上没有成功 但为了兑现留下来的承诺 就算和女朋友吵架 老翻了 也要回到我们村里面 为了让我们大家伙安歇 又撒谎说 这事成功了 哎 你把周老师想的也太伟大了 哎 爸 我觉得这件事情吧啊 没那么简单 赶紧给那个叫什么 刘丽娜 打打电话 证实一下 喂 小刘 我是李明啊 事情小周已经跟我说了 我感谢你宽宏大量 对我们的支持啊 应该的 那天 我说的是计划 后来周志诚跟我一说 我也想通了 这就好 这就好 不过以后你们两个人哪 还要两地分开 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的 反正 我也要出差大半年呢 就算回来 我们也见面当面的 好好好 小悠 那我祝你 万事如意啊 哎哎哎 再见 哎哎哎哎 小娃小娃小娃 哎慢点慢点啊 你没事吧 你冷不冷啊 你冷不冷啊 多当回来啦 快点哪 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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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你快回来了 小悠 最后没有好好练花 我每天都练了的 朱老师 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来接你啊 我这不是怕麻烦你吗 有什么好麻烦呢 你看这 朱老师 想那样 朱老师 想 朱老师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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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师 这是个喜糖呀 说什么呢 人家朱老师还有几年才结婚呢 你来 你瘦了呀 不是 她的姐妹 好了 好了 大伙儿都先回去啊 回去后准备好 明天也上课啊 孩子们先回 朱老师 来 咱们一起 带朱老师看看你帮他修的那个新民宿 好了 这是 人家朱棍可是花了大力气的 刚给你修的 走走走 去看看 走 来 进来 嘿嘿 你看看啊 这个房间是我专门让工人给修的卫生间 以后你起 就不用逃到外面去了 床 我已经让你来都给你俯好了 今天这两天要降温 如果你觉得冷的话 有什么需要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对了 叫这 你看 书啊 课本啊 台灯啊 都有 还有这个花 新摘的 你看 这外面风景啊 可好了 你看看 谢谢你妈 谢什么气 不就是走了一个来月吗 跟我们还这么见过来 其实啊 你住我们家才是最好的呢 就是因为上次嘛 出了那档子什么 说说说说 面试你怎么还记得我 我都忘了 别 别说别 曾冠 赶紧把我转给你的钱收了呀 不是 你 你转我钱干嘛呀 两百块钱是给你的运费 哎呦 开什么玩笑 我 我怎么能够收你的钱呢 你 你们这干什么呢 啊 你不知道吧 你走的这段时间 我在网上 开了个淘宝店 专门卖土特产 曾冠呢 就是我的运货司机 你赶紧收了啊 你不说我不让你运货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就是那瞎折腾啊 起来 小老师 哎 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记得 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啊 好 走吧走吧 走走走走 来 赵家快走啊 妈 那个人他又回来了 我真的不想他回来 他一回来 我的心就开始乱了 可孩子们不能没有这个好老师 我是又想见他 又怕见他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同学们啊 这道题呢老师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可还是有很多同学做错 老师希望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好 这节课到此结束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走吧 周老师 这是我画的画 小友 怎么颜色这么淡呀 水彩用完了 爸爸不给买 那你是用什么画的 我用的是爸爸洗袜子的脏水和锅底灰画的 小友 以后水彩老师给你买 咱们用水彩把这个系列再画一遍 好不好 好的 周老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 好 去玩吧 好 马上 你来给你做一点我们家乡产的鲁豆干 你尝尝 来 谢谢李叔 哎 干嘛呢这是 哎呀 这电脑吧 用了时间长了 老坏 所以就修一修 你说你坐啊 我洗手 好好好 哎呀 要是修不好的话 干脆换一台算了 哪舍得换呀 这不是咱老婆本的吗 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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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把我们大家伙叫过来 哎 还神神秘秘的 保密局会议啊 你说对了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会 就是要保密啊 尤其是对周老师要保密 哎 那不是把周老师当外人吗 咱们就是要把周老师当外人 啊 大家心里都清楚 周老师 对我们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多大贡献 可是我觉得 她的付出和生物根本就不成正品 到现在她那个破电脑都没钱换 人还在镇上租房住呢 以后她要是结婚买房 那她花多少钱啊 你说 你说话就别反而冒交了 直接说 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这样 我们全村的人啊一起出钱 给周老师加工资 再做了报位 你们带个头啊 怎么样 不要不要 我反断 张晓龙 你这不是客奖咋顺吗 我提示你 周老师是不是在教你儿子学花花 你还收过你一分钱吗 真不叫 就是 我觉得你呀每个月最少 应该跟周老师两百块钱 大家说是不是啊 对 对 十块两百 我最多出二十 二十就二十 多少是个钱 反正靠大家自觉自愿啊 这样 我每个月出一百 我每个月出五十吧 大不了家里的鸡蛋 自己少吃点 好好好 大家伙能出多少 是多少 剩下的我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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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 把我的二十也给出来了 我平时心里值得还少啊 这二十块你也靠啊 真是 我干啥 你 你真是 你真是 小超 好消息 好消息啊 李叔啊 什么好消息啊 是这样的 我弟弟申请了一份高山地区的交易基金补助 都批下来了 从今以后 你每个月的收入可以多一千八百多块钱呢 那感情好啊 谢谢李叔啊 谢我啊 看啥 那都是你应该得到的啊 来 来 好了 我走了啊 路上小心点啊 看着我干什么 你走啊 我给你送了这么多次话 第一次听见你对我说 激了我小心 好感动 你就别想多了 我是担心我的货呀 给弄坏了 人家要给差评呢 你为什么要把真相告诉我呀 你就让我活在虚假感动中不好吗 真是被你的气死了 好了好了 那我走了啊 走 哎 慢点啊 啊 啊 好了 咱们接着晚上读啊 秋天到了 果农们又高兴又发愁 喂 爸 什么 分锅出事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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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她 她怎么样了 摩托车摔够你了 陆泰满 送医院的时间又长 流了好多的血 并未通知书都出了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过这一关 子光 都怪我 如果我不让你去送货的话 你就不会有事 都怪我 都怪那条该死的 我当春之说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没把那条路修好 我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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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死 珍贵你家属 珍贵已经扣你身份没什么 谢谢医生 芬哥儿 我就知道你想怎么应该 好样的 今天呢 我亲自下厨给你熬的汤 算是能够做弥补了啊 还有这个水果 也是刚从地里摘的 特别新鲜 对不起 我把你的货 都撒地上了 货比命重要啊 来 张嘴 谢谢你没有怪我 当时 我以为我自己快死了 老子里面想的 全都是你的画面 是你在骂我 笑我妈 说了我吗 其他的人 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行了 曾贵 你别说了 我懂 作译 喂 艾立兰 曾贵在医院哪个病房呀 我想去看看她 不用啦 他已经出院了 待会儿来吃饭的时候 你就能见着他了 这小子吃了什么 灵丹妙药呀 恢复得这么快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们 这段时间 医生都不让我喝酒了 所以我准备了一点茶 你说 灯瓦 来 这儿 来来来 就给你了 来来来 我本来要去医院看你的 没想到你出院了 恢复得不错 没事没事 这叫大难不死 逼 逼有后福 小心点吧 虽然我出了车祸 我收获了女朋友 胖婶最终说出了 自己做事的初衷 虽然这件事有点荒诞 但是让我们看到了 四河村村民们 极力向留下周志纯的 那份质朴的情愫 受城乡发展不平衡 交通地理条件不变 学校办学条件欠缺等各种因素影响 当前 乡村教师队伍仍面临职业吸引力不强 补充渠道补偿 优质资源配置不足等突出问题 制约了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所以像片中周志纯这样的乡村教师 是少之又少难能可贵 而村民们的朴实激发出了周志纯 对这些留守儿童的责任感 虽然到四河村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 但是周志纯与孩子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这让周志纯毅然决定留下完成任教 也完成张小勇的梦想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她和女朋友娜娜之间似乎有蹊跷 一直都是很强势的娜娜 怎么这次就这么轻易地同意了周志纯 留在四河村的请求呢 究竟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呢 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看出 小兰是爱着周志纯的 但是爱于娜娜的存在 她将这份情感深埋在心中 不敢表达 又因为突然发生车祸的曾贵 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就此小兰接纳了曾贵对自己的感情 那么李兰真的就此埋葬了这份真爱吗 敬请收看星光点点大结局 周老师 你不要走啊 周老师要去镇上教课了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在他不愿意离开四河村那一天 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我不想四河村的那样 知道我为了他们跟你分手 而感到愧疚 周志纯 你还支持我他 我要怎么做才能忘记你 周老师是为了回到我们四河村 才和李兰拉开手的 什么 圣人的代价还真大 就出这份心意 我也必须回去 你以为这种地方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是吧 你以为这种地方你想来就来